政府在有新招打机甲新闻 通讯软件也就是WhatsApp将会增添新功能 让用户可以检查所接到的新闻或者是信息 到底是真有其事还是不实资讯 通讯部正在和WhatsApp母公司Meta讨论细节 估计用户这个月底就能使用这项最新的功能了 人手一击的时代各种资讯传播速度飞快 但当中也夹杂着假新闻假讯息 混淆民众难辨真伪 为了不让假消息误导民众 通讯部正在和手机通讯应用程式WhatsApp母公司Meta商讨 增设新功能 让用户可以通过聊天机器人Chatbot来辨别讯息真伪 通讯部长法米今天在新骨毛出席活动后透露 Meta正在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合作 开发这个事实查核新功能 用户预计这个月底就能使用 我们正知道 法米也提到关于聊天机器人的验证回应 当局将使用消息核查渠道JoomCheck小组的报告 这个小组由多个非政府组织 以及国家新闻社马新社组成 部长有信心这是有高水准的事实查核 另外法米也透露 为了给用户提供更全面的网络覆盖 国内六家电讯公司 也就是天地通和数码网络 明讯、U-Mobile、马电讯以及杨中理通讯 已经同意建立网络和基础设施共享框架 我们已经成呐了7棺材 刚才被称为 例如高兴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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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兴 我们有旅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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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接下来的6到12个月内 这些移动网络运营商将在指定地点测试实施模型共享设备 这些移动网络运营商旅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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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